第106章 建設的遭遇 上集 其五夜看天眼他們 至少可以將他們的震驚 寄託在我的身上 但是我就完全找不到是誰人 暗中改了這家屋的格局 就好像心裏有條紙 硬著硬著 這人覺得很難頂 就算每個人 藏在暗中的人肆口非敵 但是不知道他是誰 又出於什麼目的 對於我來說 就是非常危險 這種 是一種本能的直覺 那個隱藏在暗中的人 能力顯然要超過我們每一個參加比試的人 憑他的本事 要想拿到風扇補闊的秘密 簡直可以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但是他卻沒有出現 是因為擔心目獸於臨 還是其他原因 說真的 我真的一點頭緒都沒有 坦白說 今天出現在七月別墅的那群人 我其實一點都不在意 那群人和蔣岡不一樣 用高時候的說話來形容他們充其量 只能算得上江湖草莽 所看重的 不外乎是財寶 但是財寶和寶藏 本身就有絕本質的區別 在風扇補闊的消息出生之後 唯一令到我忌憚的人就是蔣岡 至今他和我面談的每一個字 我都溺溺在目 那一次 蔣岡雖然多次提到風扇補闊 但他的詠詞就非常小心 就算提到風扇補闊 也是用寶藏 秘密這樣的詞 來表述自己心中所求 從來都沒有用過財寶來形容 這個才是掌握 最得人驚的地方 其實當中有一個秘密 我從來都沒有和外人提起過 就連霍箴廷他們都並不知道 風扇補闊裏最大的寶藏 其實並不是富可帝國的財富 而是另外一樣東西 其實 究竟多少的財富才算得上是多呢 現在這個時代 大把十萬三的這種人 就拿近的來道說 七兒老了這麼多年 他累積到的財富 恐怕都是無法顧量 但是這些東西始終都是死民 生大不來 死大不走 再說回我吧 這個人當初給了一個辯子給我差 就是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地位 有了地位就有權利 有了權利 財富還會遠嗎? 掌握的誠婦感心 怎會感心為了一個 僅是得財富的寶藏 這麼撲心撲命呢? 或者 他關心的真是各魂 又或者 他和我一樣 知道風扇補闊裏收藏的那個真正的寶藏 原本我以為 僅是需要顧忌掌握這個人就足夠 但是當下 需要提防的人又多了一個出來 更加突然驚訝的是 我竟然不知道這個人究竟是誰 難道 在這個院裡面的人? 我吐笑了一下 這個院裡面觀戰的人 大約有百多個 要記住他們每個人的長相 雖然說不是很難 但是 導發這麼高深的人 自然就很懂得隱藏 想而在面上上 判斷對方是誰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當七二很莊嚴地宣佈 這場比試的勝利者 是我和陳恒賢 並且宣佈最後一場比試 就在明天的時候 我還未曾反映過你 直到匡露來到我見面前 拍了拍我的肩膀才讓我回現實 小春啊 最後這一場比試 我無能為你 幫不了你了 你快點回去 好好的準備一下吧 最後這一局 你千萬不要輸 航天眼的表情變得非常之凝重 我的腦海裡面 突然閃過一個畫面 但是一時之間又捕捉不到 啊 多謝航路 你放心 我一定會盡力的 啊 這樣就好了 航天眼又恢復哥父和善的面容 和我一起走到祭台 這個時候 秦藤賢和麥顏小文他們 早就已經不見了中影 而當我走向霍正廷的時候 周圍的人對我投利的 全部都是敬畏的目光 回到房之後 引了很久的艷見遷 終於爆發了出來 大叫了一聲 顯得非常之興奮 長生 你真的太厲害了 竟然可以令到神聖牽形 哈哈哈哈 說不定還會上明天的報紙和電視 哪有你說得那麼厲害啊 我搖頭腐笑 那些影來得那麼近 只是在秘水上面十多米的地方 來遠一點的人都看不到 就算看到 也只會當作煙花爆炸之後的影 不定了 而且… 我很嚴肅地望向嚴見遷 雖然贏了秘事 但有些事我必須要和他確認一下 見遷啊 你老實跟我說 你出去這麼久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啊? 嚴見遷的面色變得非常尷尬 我… 我確實是遇到一些事 而且很可能… 被人喝了一鍋 嚴見遷顯得非常惡魯 被人算計這種事對他來讀說 就等於是一件雕家的事 我下山的時候 門口的守衛 操作得多七月的通知 直接讓我離開 本來也沒什麼意義的 我到了山腳之後 見到路邊有很多賣煙花 我也不知道你想要什麼款式 那就直接買兩箱吧 什麼都有 啊? 這麼多? 那你為什麼只拿了一瓶回來? 霍曉靈突然插嘴 拔嚴見遷 嚴見遷 嚴見遷押下做百姓說 我要說的就是這個了 本來我以為一來一回 最多就是十分鐘搞定 但你怎麼知道在回來的路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開車竟然直接睡著了 什麼? 睡著了? 中美教學啊 快點訂閱這個節目吧 更多精彩刺激的內容 下集繼續和你分享 霍黑經典名著 運用粵語文化 歡迎收聽 經典圓幻大作 最後的風水先生 演播 說說的拉拔利 為止講故事 經典大作 歡迎訂閱 第106章 見遷的遭遇 下集 我和霍曉靈兩個忍不住叫了出來 不何思義地看著嚴見遷說 你…你說你…開車睡著了? 是啊 嚴見遷摸著頭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快到了山腳的時候 突然間就很睏了 至於怎麼睡著的 我就不太記得了 誒 曹生 你說我是不是…被人拿了 你說的那個什麼… 什麼鼓啊? 我表情形重地回答嚴見遲的話 雖然說六鼓是最直接高效 但是要令一個人分水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種 我到現在還未能接下結論 不如你先說說之後發生了什麼 哦…好 嚴見遷很認真地想了一下 然後開口說 嗯… 好久之後我才想回來 那時候已經是下早了 對了 嚴見遷突然很認真地看著我 啊…我想起了 我記得我開車的時候 一點都不睏了 我很清楚地記得 我在這裡開車 想著立刻就可以回去了 呃…然後… 呃… 呃… 然後… 呃… 呃… 這兩張煙花全部都沒有了 只剩下一支 就是你拿給我那支嗎? 我立刻追問 嚴見遷 帶著愧疚的神師 一路額頭一路說 呃… 是啊… 就是那支了 我多時就發覺 那支煙花很有問題 好像被人重新包裝過 不過那時候的天氣已經開始打雷了 我看了下錶 快到四點了 那我打算 這個時候再回去買 根本就來不及了 那… 那我唯有定硬送 說到這裡 嚴見遷很小心翼翼地問我 呃… 長生 是不是這煙花已有問題 呃… 所以我見你在台上的時候 那支煙花突然一下就不響了 然後突然一下 又全部都打開了 不是 那支煙花沒有任何問題 相反 如果沒有了這支 比過中國的煙花 我根本不可能忍得這麼順利 就算成功了 恐怕我現在都只能夠躺在這裡休養 這個 不是我偶然送聽 畢竟我選中的 最後一個送神的神位 是八仙當中最難送的一個 送走這張大神 比送走其他七位加起來的消耗重要多 就算我最後拿出浪牙風雷旗 其實我也沒有足足的把握 反而 最後因為那支煙花 我基本上沒有動用自身的力量 說得通俗一點 我只不過是怎樣作那支煙花 接下來的所有事 全部都是那支煙花完成 在那支煙花第二炮打出來之前 我好仔細地檢查過他的開口位 這支煙花是被人重新包裝過的 裡面包了一層符字 說這張符字的人非常厲害 可以說最後你們看到的神跡 都是這張符字的功勞 而且這個人 緊憑這張符字 就輕鬆破載貴重野 本來嚇死七爺的死局 令到這家屋的風水 由地火名義 變成了天火同仁 留下這支煙花給你的人 能力遠超過我 超過了參加比試的每一個人 真的這麼厲害? 霍戰艇的尾頭 拉在一起 不過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人 究竟是誰 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目的 究竟是甚麼 嚴見千反而非常輕鬆 誒 那個影金幫我們 斷工也不會是敵人 哼 他幫我們 才能夠說明 我們有最共同的利益 或者短期之內 有最共同的利益 將來 玩不完會成為敵人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第一關終算過了 七爺的命工已經穩定下舵 接著下舵 就輪到顏色萬有排手了 大哥 我覺得你想多了 以我對七爺的了解 如果他真的得了十天命 那真是有可能 對顏色萬發動瘋狂的反擊 但是現在 他的命局已經被破 就等於有了大把的時間 他不會這麼急 或者他會有更詳細的籌謀 慢慢地對付秦奴那邊的人呢? 嗯,都對的 霍戰廷點了一下頭話 說 畢竟七爺都是見過風浪的人 小孩子打狗的 你一腳我一腳 不是他的風格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今天終算過了去 長生 你快點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還不知道要給什麼 多多養精粗藥才好 知道嗎? 我擺了一下手 轉過去嚴建設那邊 看著他的邋遢心話 建設 你帶我去車看看 有些問題 你始終都沒有解釋清楚 譬如說你的衣服 怎麼會弄成這樣呢? 如果真的半量合作了 之後要醒來的話 不可能會是這樣的 啊,你這樣說又好像是 真的嗎? 嚴建設 純細拼了一下手 啊,我總是覺得 自己好像跟人打過架似的 接著,嚴建設就摸下了外套 將內衣的衣領 出力向下拉 因為冬天穿了衣服多 嚴建設花了不少時間 才在肩膀位拉得了衣服少少 看到這一幕 我整個人呆了在這裡 我瞎了一眼其他人 看到他們的臉色 跟我一樣都是覺得很驚訝 嚴建設的肩膀上面遇上了一帶 嚴果是剛剛搏斗之後 扭下下來的痕跡 唉,這麼不麻煩 霍漸廷很苦惱地 搓了一下眉心 中美教學 快點訂閱這個節目吧 更多精彩刺激的內容 下集繼續和你分享 霍黑經典名著 湧養月圓文化 歡迎收聽 經典圓頑大作 《最後的風水先生》 現播 《雪雪的拉伯利》 為此講故事 經典大作 歡迎訂閱 第107章 三支足簡 雙雜 看來嚴建千 並不是真的睡著了 他應該是和人搏鬥過 但是很明顯這些 他已經不記得了 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 強迫性私人失憶 這種手段 不用說都能想像得到 究竟有多厲害 當我們幾個 一起來到七爺別墅外面 去檢查部車之後 更加肯定了這種想法 因為我們很快就發現 在車的前面 有幾次撞擊的痕跡 有幾個地方都凹了下去 但是沒有明顯的滑痕 這種痕跡最有可能 就是人撞擊造成的 而對於這一切 嚴建千也一無所知 他一直見稱自己整個過程 都坐在車裡 其他的事他什麼都淋不起 而最令我擔心的是 但是我仔細地檢查了整個車的內部 都沒有發現到 有一些些股蟲 留得下來的痕跡 股術雖然高巧 也都可以做到一些 常人難以想像的事 比如選擇性失憶 但是他的缺點 就是難以抹除痕跡 比如說現在有人要對付嚴建千 我可以在他的身上 或者在汽車裡 找到一些股蟲存在過的痕跡 但是全都沒有發現 那唯一的可能 就是嚴建千被人催眠了 有些導發高深的人 甚至可以改變嚴建千的記憶 導術 連這件事都可以做到 霍千亭聽了我的分析之後 大感震驚 嗯 完全可以做到 只不過 不是每個人都懂得這種導術 也不會隨便聯用 蛤 為什麼 因為但凡導發高深的人 都會嚴免的 在導交五術裡面 這種改變人的記憶手段 才能夠算得上海下三嵐 被人知道了 好瘀的 當然 不排除一些看淡了明理的老前輩 會這樣做的 我虎笑著搖走搖頭 之所以這麼說 是因為我非常肯定 對蜂擁有好高深的導術 而且我更加不願意相信 幫我的人 是一個大奸大惡之輩 始終中華自古傳承的文化裡面 有些事情 沒有辦法不去在意 那又沒有可能 被人催眠了 催眠真的有這種效果 霍戰廷始終有些不是好信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民族 也有很多的文化傳承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 和中國的獨家誤術相比 公話的根本不算得上是什麼 但是人家說了 都經歷過幾千年的時間 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 你們試想一下 妙者的古術就明白了 我明白了 嚴見似仿然大誤 長生 這個是不是就是你說的 古術只是粗效 但是更深層面的東西比不過道術 脆面 同樣都是這樣的道理 嗯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排除催眠了 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們 出手對付自己 一定是一個道法高深的前輩 雲儀 明天還有最後一場比試 我到時候可能沒有什麼時間和機會 你幫我留意一下關鍵的人 放心 我會盡量留意的了 霍雲對我點了一下頭 她這句盡量 就已經令我明白她和我的想法一樣 一個道法高深的人如果想要隱藏 想找她出來實在太難了 簡單來說就是 我可以一眼再看出七爺的命局 但是就看不出其五爺 康天眼甚至秦淡然的面相 所謂自己知彼包尖不抬 大家都是上司 明白悲日看破之後的劣勢 自然就會用自己售賀來隱藏自己的面相 道法高深的人完全可以做到無常 在大街上走都不會有人記得 又怎樣找到出來呢 回到房間之後 大家雖然都沒有說話 但是看得出來 每個人的心裡 都好像有塊大石在這裡 霍雲和他們擔心的是明天的比試 擔心風扇寶庫的保重 或者還在擔心國安局的未來 但是我所擔心的 是風扇寶庫入面真正的秘密 我將這幾個月以來 所經歷過的事 很仔細地推敗了一次之後 心裡湧起了陣陣良意 可能我從一開始 就太低估自己的對手了 顏笑蠻堂背後的主子秦佬 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為了風扇寶庫入面的財報 但是細心分析一下 完全不負荷邏輯 秦佬的根基在東南亞 就算他來大陸發展 憑他這幾年在外面的明星 又可能不會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嗎 你十個擔心給他 他也不敢把根基放在大陸 而另一方面 風扇寶庫入面的財富 多得難以想像 如果秦佬真是為了得到他 而又不願意轉移到內地的話 他又有什麼辦法 將這些東西轉移過去東南亞呢 一兩件價值連勝的古董 我相信秦佬有這個能力透暈 就算是十件八件 他也可能做得到 但是風扇寶庫裏 在數之不正的財報 他怎麼可能全部成功轉移呢 既然不可能搬進來 又不可能搬出去 那麼他千方百計找的 又是些什麼呢 難道他得閒得值無事做 唯一的可能 就是這個秦佬所求的 並不是上人眼足的財報 果然 有時才敵人遠比我們想像之中更加強大 中美教學啊 快點訂閱這個節目吧 更多精彩刺激的內容 下集繼續和你分享 霍克經典名著 湧用粵語文化 歡迎收聽 經典圓環大作 《最後的風水先生》 演播 《雪雪的拉拔利》 《鬼之講故事》 經典大作 歡迎訂閱 第107章 三字竹簡 下集 我出了一下眉心 望了一眼 面前剛剛被畫好的符字 輕輕嘆了一口氣 唉 不過無論如何也好 還是要想辦法 克服面前這個難關才行 七爺並沒有因為秦騰彥 曾經想海死他 而故意和我通風報信 所以直到現在 我始終都不知道明天要比試的內容 究竟是什麼 唯有盡可能多方面去準備 八星風水壺 符紙 羅牙風淚旗 風水盆 皺液 歸種液 還有應對古術的方法 單凡我能夠想到的 不多不少 都要做些準備功夫來應對 或者真是好像康天眼講的那樣 為了防止比試內容的泄露 不到最後那一刻 七爺他們自己都不會決定 究竟要比試什麼內容 他們只會提前預備幾套方案 直到最後那一刻 才決定究竟要用哪一套 要準備的東西太多 要想的東西也太多 一路去到半夜兩點幾 我才終於感覺到困倦 走去睡覺 說真的 臨睡之前 我真的很想幫自己補約吧 就算我從來都不幫自己補寡 但是明天關乎到的東西實在太重要了 《奉禪寶符》裡面真正的寶藏 就算是天華、天寶、天元三本經書裡面 也都只有天元經有提及過一次 而且僅僅只有一次 書裡面對那樣東西的評價也都是空前絕後 換個說話來到說 得到那樣東西 就幾乎等於擁有了整個世界 《奉禪寶符》 是古時候第一個封禪的帝王 傳入封禪寶符裡面 這個人就是陳始皇 他當年自以為參與透過那樣東西 於是才有了次皇帝這個稱呼 並且自以為是這樣 認為自己的皇朝可以延續千秋萬世 他太過自負了 有一件事我甚至認為 如果他一直將那些東西留在身邊 而不是宣佔埋起風扇寶符裡面 中國的歷史或者真的會改寫 我探開了剛剛畫好的龜仲葉八個圖 看著你的圖 看了足足有五分鐘 最終還是什麼都沒有做 合起來繼續去睡覺 嘩 就算讓你提前知道結果 又有什麼用 上司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 是因為他們能夠幫人看破業障 並找到解脫之法 一般人解決不了的困難 上司可以通過一些手段來化解 而這一類的事如果發生在上司自己身上 就算沒有提前準備 臨場發揮也是可以化解的 但如果本身就化解不了的東西 提前知道只會增加煩惱 能夠解決的事根本不用推算 解決不了的話 推算了也沒用 這個 大概就是作為一個上司的無奈 雖然好夜才睡 但是我的睡眠也很淺 第二天天一亮 我就在床數起床了身 用個書包裝好裝備 打開房門 就看到門口有幾個七爺的手下在這裡 這班人整晚都收起附近 不僅如此 但凡這間屋可以根據風水的地方 其五夜昨天就做了安排 現在這間屋的風水局 可以說起物不透風 眼笑蠻的那班人 絕對不可能再做手腳 啊 早上了 陳先生 七爺的手下非常客氣 七爺已經吩咐過 如果你醒了的話 就叫我們帶你過去比蝕的地方吧 我呆了一下 啊 啊 哈 哈 比蝕的地方這麼快已經停了 突然間 中間的房門打開 嚴見蝕在房間裡走出來 七爺的手下對嚴見蝕點頭打作的招呼 又對我說 具體比蝕的什麼 我們都不清楚 只不過 比蝕的地點 早就已經停下來 啊 那好吧 那我們現在過去吧 我看到嚴見蝕也打算跟過來 我就叫他先留在這裡 等著霍戰亭他們再一起出發 嚴見蝕一向都很服從我的安排 況且七爺幾個手下 他基本上都認識 於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下來 令我沒想到的是 最後一場比蝕的地方 居然是昨天的軟落 當我跟著七爺的手下 到達比蝕地方的時候 看天眼 其五夜他們早就已經坐在這裡 探視風聲了 七爺還沒過來 但是看天眼和其五夜面前的茶几上面 擺放著一個陀盤 陀盤上有三支竹間背面朝上 哈哈 笑上來了 看天眼見我過來 笑眯眯地對我入座下手 指著面前的三支竹間說 剛才吳儀說 你們今天最後一場比試的內容 就在這三支竹間下面 中美教學 快點訂閱這個節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內容 下集繼續和你分享 霍克經典名著 湧湧月圓文化 歡迎收聽 經典圓頑大作 最後的風水先生 演播 說說的拉拔利 為之講故事 經典大作 歡迎訂閱 訂閱 第1808章 生死之貢 雙集 今天要比試的內容 就在這三支竹間下面 康天眼指著那三塊竹間 我呆了一下 這個面面太躁出了一點了吧 難道他們現在打算 要現場抽取比試的什麼 其五夜笑眯眯地看著我 就說 康生啊 昨天的事 我和七夜都很感激烈 但是比試就是比試 我們必須要公平 你三支竹間的內容 哈哈 請恕我 不能奉告了 就在這個時候 院外面突然傳來了一陣拍攝的聲音 我轉回頭看過去 然後就發現苗東羅 在院後面走出來 不愧是奇妙夜 夠了公平公正 哼 奇妙夜 根本懶得去看苗東羅 既然你都來了 那我就簡單說說說他 等一會 苗東羅陰沉的目光 鬆了我一眼 都是等曼雅小姐他們來了 善在光 不用了 反正他們來了 都是要避開我的 善 這裡有三個竹間 由左到右 分別為一 二 三 一會 你們兩方面的人馬 各自選個數字出來 用來決定 今天究竟要比試哪個竹間內容 奇妙夜的說話 稍微停頓了一下 手掌在三個竹間上面 停留了一會 如果你們選的都一樣 那就當然不用說了 但是如果你們選的都不一樣的話 我這裡 奇妙夜拿出一個玻璃杯 玻璃杯裡面 有兩張封號的紙條 這裡裡面 隨機寫著一同二兩個數字 到時候七夜 我會過來決定 究竟你們是誰的一 誰的二 然後我就在這個杯裡面抽取 我抽中哪個數字 就用那個數字 所代表的人間的方案 奇妙夜這番說話聽起來 好像很複雜 但其實相當簡單 簡單來說 就是最後一輪比試的內容 是完全採用隨機抽取的策略來決定 而且整個過程經過多重隨機 在這種概率之下 就算有未預先知的能力 也不可能推算得到 今天夜比試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畢竟這個過程 有這麼多人參與 靠推選 哼 選到你了 那現在 奇妙夜 掃了一眼瞄東諾 你可以回去告訴你的主子 不用了 就在這個時候 眼燒萬八聲 也都在院外傳進來 不久之後 他和秦藤妍兩個人的身影 就出現在我們的視野裏 我現在就可以選擇 是直接說 還是怎樣 顏燒萬進來之後 掃了我一眼 捨得下來了 奇妙夜擺了一下手 接著就有兩個手下 各拿著一支鋼筆和一本寶 分別來到我和顏燒萬的身邊 捨得下來了之後 你們一起打開就是了 挺好 夠簡單 顏燒萬側身被個失業的手下 等秦藤妍上來 這種事 顯然都會等秦藤妍親自過來做 他比較放心 我笑著搖了一下頭 別說秦藤妍了 今天這件事無論誰來做得好 都不可能決定得到最後要比試的內容 究竟是什麼 一分鐘之後 我和秦藤妍寫的紙條 就一起擺在奇妙夜的面前 紙條分別寫著1和3 看來秦藤妍是選了1 看到結果的時候 奇妙夜的眼神裡面 明顯多了一肆有慮 他想到無想就翻開了 最中間的那一塊竹間 竹間上面寫著兩個字 生死 看來這個比試的內容 和你們無緣 生死 秦藤妍閉起雙眼說 即是 要我們兩個簽生死狀相互鬥法 就是這個意思 奇妙夜立刻作出回答 秦藤妍聽到之後緊握拳頭 眼神之中充滿著失望 看得出來 已經被廢棄的這個方案 非常符合秦藤妍的心意 只不過已經翻遍了 奇妙夜 蓋住了手上的玻璃杯說 現在 我們就等七夜過來 做最後的決定吧 這個等待的過程比較漫長 大概過了二十分鐘之後 霍千亭他們才來到 而當遠落幾乎被前來觀政的人 佔滿了位置的時候 七夜才生身離遲 決定好了嗎 沒想到七夜來到的第一句話 居然是說這句 他們已經各自抽籤了 不過還是要等七夜 你親自來拍板才行 奇妙夜指了枝桌面上 剩下的兩支竹筋 現在就等你來決定 他們兩個誰是一 誰是二 第一百零八章 生死之局 下集 七夜 一副不在乎這樣的樣子 手指在我和顏仙華之間 動了一下 最終定格在我的身上 既然陳長生一路以來 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績出善 那麼這個人 就讓他們做起了 那邊那個人 是第二 好 奇妙夜鬆開了 按住玻璃杯的手 伸手放入玻璃杯裡 把裡面的東西準備拿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 顏曉曼突然開口說 等一會 我們怎麼知道裡面的東西 你們有沒有獨特的分辨方法 我要求重新寫過裡面的東西 好 沒問題 奇妙夜似乎早就估到會是這樣 隨手把玻璃杯放下來 不過重新寫的人 不可以是你們 你可以在這班人裡面 隨便找個玻璃寫 奇妙夜的手指 圍著整個花園鬥了一圈 顏曉曼 用眼尾手向巡頭言話 你去選吧 由現在開始 一切都交給你來決定 陳騰然陰冷的目光 數過整個花園 最終鎖定了在一個 體態臭臭的男人身上 就你了 隨便寫兩個數字 那個體態臭臭的男人 面相浮現出憤怒的神色 他並不是來參賽的上司 也不像是保鏢 很明顯 他就屬於受七月邀請的大佬 而陳騰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上司 現在竟然敢這樣和她說話 對她來說已經是非常無面 不過這個人也知道秦騰然的手段 冷恆了一聲之後 最後還是沒有反對 在七月手下那裡接了兩張紙 分別寫得了一個數字 然後再用雙頭的手法截碟 放進玻璃杯那裡 最後還拿起玻璃杯搖了一下之後 先再抵給七月的手下 那現在可以了 齊五月的目光先望向顏少曼 然後又沒有將我一眼 我送了一下肩膀表示無所謂 而顏少曼都在旁邊 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見我們沒有意義 齊五月伸出兩隻手指 放進玻璃杯那裡 隨手拿了一張出來 打開之後 將它展示給所有人看 裡面寫的是一 一也就是代表著我 我選的是第三塊竹鑑 齊五月走回去祭台的正對面 輕輕翻開最後一塊竹鑑 上面寫著同名兩個字 唉 幸好這個結果 都不算是最壞 齊五月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目光轉向我和秦藤燕 由現在開始 你們在對方所大的人裡面 挑個人出來 我提醒你們 這場比試 是兩個人共同完成的 而且要和對方所解釋的人 站在一起 而分出勝負的方法 就是 齊五月用手指向我 然後又指出一下秦藤燕說 你們兩個人裡面有一個認輸 先說結束 那…那是什麼意思 聽到齊五月這樣說 我立即反應過來 你的意思 立即叫我們折磨對方的同伴 迫使對方認輸 老五沒有這樣說過 七爺終於都開口 不過我們並不反對 用這種手段 哈哈哈哈 好提議 陳藤燕嘻嘻大笑 想到無想 就把手指指向佛曉玲 我選她 我個心打著她 霍戰亭他們 躺下雞在那裡說 你幹嘛教我的女兒 教我 嚴建設更加直接衝過來說 有什麼事等我來 你欺女人來幹什麼 但是陳藤燕對她們兩個 根本就不聞不問 好像完全看不到 聽不到 一直都在這裡 夾拾霍曉玲 我就是喜歡 這麼標青的美女 我一定要選她 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 那就認輸了 我來 霍曉玲突然走上前面 霍戰亭少在後面拔著她 但是一個不個意 就被她拼開了 霍曉玲雖然有一陣子很熱慢 但是在大使大飛之前 她還是分得很清楚 因為風善保護牽涉到的重要性 失得太大了 這幾個月以來 她一直都很清楚地看著我們幾個人 為了今天的比試付出了多少 她顯然不想最終的這一切 都會在她的手上 霍曉玲 當霍曉玲走到我身邊的時候 我叫了她一聲 霍曉玲明轉頭對著我笑了一下 在這一刻 好像是她生命中 最美的過一瞬間 陳長生 你聽著 我現在把自己的命交給你了 這句說話 在霍曉玲的口中說出來顯得很輕有 在我的記憶裡 這種情況 好像還是第一次 還沒等我反應過你 她就已經轉身 一步一步地走上制台 陳長生 你選誰 其五爺的說話打斷了我的思緒 我另一瞬間看過去 看到她的眼神裡面 有些許憂慮 其實當她知道最後要比試的內容 在這一行之後 她眼神裡面的憂慮 就從來都沒有消散過 其實她很明白 這場比試對我來說 非常艱難 我的目光 望向顏笑蠻那邊 究竟選誰呢 難道選苗東諾 陳騰賢才不會理她的生死 那如果選顏笑蠻呢 陳騰賢 真的會在乎這個女人的名字嗎 看上去 又好像不是 不過跟苗東諾相比 顏笑蠻說起來 都算得上是陳騰賢的上司 其實我已經沒有選擇 我選她 我支著顏笑蠻說 顏笑蠻冷冰冰地笑著說 哼 我還以為你有什麼本事 剛才你們還說得這麼大意淋言 到頭來 不一樣選女人 顏笑蠻顯得很放鬆 快步地向著小徒走過去 和火曉令一人佔據了一邊 你們兩個都上去吧 每個人都有十分鐘的時間來做準備 等一會 我轉頭看去七爺這一邊 七爺 是不是必須要有一方認輸 才可以分勝負呢 是啊 沒錯 七爺回答得很乾脆 我想到沒想到 就繼續追問下去 那如果我們當中 有一個人已經失去了認輸的能力呢 失去認輸的能力 七爺分析著我的話 突然間就笑了起來 如果連開口認輸的能力都沒有的話 那與死人有什麼區別呢 我明白了七爺 我鬆了一口氣 跟著秦藤賢的步伐走上祭台 十分鐘的時間好像很短暫一樣 但是對我們來說有極其的漫長 顏少曼就站在我的旁邊 但是我就偏偏沒有他負 但他不選苗東諾更多的原因 是因為苗東諾 是個無數顧忌 而且非常有本事的人 被苗東諾站在我的旁邊 我只要應付他 就已經很費很多的時間了 而且七爺沒有說過 被選擇的人只能乖乖站在那裡 不能反抗 中美教學啊 快點訂閱這個節目吧 更多精彩刺激的內容 下集繼續和你分享 第109章 迫不得已 上集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跟顏少曼相比 霍曉寧始終都是差幾個半 而另一邊 秦藤燕已經先後拿出了9個瓶 那些瓶不用望到 知道裡面裝的究竟是什麼 肯定是古蟲 就算秦藤燕本身對古術 有一定的了解 他身上也不可能同時帶著這麼多古蟲 他這些古蟲不是來自於苗東諾 而是來自於蘇陸元 如果他想讓瓶裡的東西 去對付霍曉寧 霍曉寧絕對頂不了多久 不久之後 七爺的兩個手下 就先後走了上擂台 此地再一塊一尺寬的黑布 將整個擂台 隔成了左右兩個部分 由現在開始 你們四個人 誰都不可以跨越擂台的中心點 除此之外 沒有任何規矩 直接殺死對方 或者自己主動認輸 七爺剛才不再避諾這句話 直接了當地過清了規矩 還有一分鐘 你們就可以開始了 我無事站在旁邊看風景的顏色文 這個女人對我來說 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我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盡快令到秦藤燕認輸 哈哈哈哈 你沒機會了 秦藤燕 用陰沉有高我的目光 幫助我說 有些東西 用古術比用道術 要高效很多 我想你應該都很清楚 是否是 說說下 秦藤燕 就舉了自己面前的瓶 輕輕地搖了一搖 然後就打了一個質 雜事之間 那瓶的入口處 就有一隻手指那麼粗 圓的蟲爬出來 這隻古蟲生得好像不公 身上有堅硬的喉 但他的肥嘟嘟的身體 又和毛毛蟲差不多 提起上你 令人覺得非常噁心 我留意到 霍曉寧的臉色 在這個時候已經下到清晰 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 一分鐘的時間眨眼就過 但也很漫長 這個對於霍曉寧來說 本身就是一種真鵝 他已經很努力地在這裡 嚇制自己 令自己不發出任何聲音 當最後一秒結束的時候 秦藤燕幾乎沒有任何猶疑 一手就拿起了 他手上那隻肥德的蟲 霍曉寧在這個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再控制自己 嚇到即時向後騰 雖然只有半個場地的空間 讓他使用 但對於他來說 顯然已經足夠 他盡可能地 拉遠與秦藤燕之間的距離 不過秦藤燕反而笑得更加窗截 沒用的 你就算一直這樣走 也不可能救到你的了 秦藤燕突然一下抓住手上的古松 把他的头很出力地按在自己的组续手掌心上 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古虫尖约的牙齿 很轻松地刺穿了秦藤然的手掌心 一条条血线 连着秦藤然的手掌流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秦藤然突然松开抓住古虫的右手 然后迅速抬起 拍一声 两只手掌紧紧闭闭 他竟然将一只古虫 直接拍在自己的手掌心 这只古虫虽然看起来 好像蜕蜈的安慨又很坚硬 但由于太肥半 被长腾炎这样出力一拍 竟然直接拍死了 古虫体内 那些默默色的执翼 沿着他的手臂流了出来 与此同时 躲在制台角落的霍销灵 突然很痛苦地 掩着自己的左手大声哀嚎 每个人都清晰看到 霍销灵的左手手掌已经变成青色 而且这种青色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沿着他的手臂向上蔓延 只不过短短一瞬间 青色就已经占据了 他整只左手的手臂 重生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霍销灵在台下心急愈焚 大声地叫哭 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将两只龙牙风雷旗 插在自己身边两只 冷冷地望着秦藤燕说 秦藤燕 凡事不要做得这么猪 哼 看不出来你也挺铁石心肠的 你应该很清楚明白 这只鼓虫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侵蝕这个女人的心脉 到那时候 就算带罗神仙来到 也救不了他 秦藤燕目光冰冷地望着我 上眼里充满着沙落的烟味 霍销灵可虚弱地握起济头的一角 面试错物得很突然 但是他死死咬着追讯 尽量令自己不发出任何声音 霍销灵非常坚强 但是由他的眼神里面 我依然看得出他非常痛苦 他其实用着自己的意志力 在和极端的痛苦做斗争 这只鼓虫叫青甲鼓 只有鼓术非常高深的人 才可以练习多出来 秦藤燕拍摄的只不过鼓虫的母虫 而真正的鼓虫 其实早就在这条母虫出现的时候 不知不觉之间飘向了火啸灵 蛤 突然之间 我又不想他死得那么轻易了 他死了的话 那你就不急了 是不是这么说 秦藤燕送开了自己两只手掌 把那只扁着的恶特鼓虫 砍在旁边 没去你手中心那些没落式的恶特质液 轻轻地打开了第二个瓶 他一边打开 一边在那里说 看来 我只要不断地折磨他 令到他痛不欲生 那说不上你才会主动认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秦藤燕笑眯眯地打开了第二个瓶盖 中美教学啊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啦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第1809章 迫不得已 下集 话口未完 几乎就在他打开瓶盖的那一瞬间 一个红中的肉球 就在那细细的瓶盖里面走出来 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 就像一支牙膏一样 这只鼓虫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可以变大变小 能屈能伸 最后落在秦藤燕手中心的时候 又变得像个波一样 鼓虫的中间非常肥大 前后两端较为小小 后面的尾 更像老鼠尾一样 越到后面越细越长 但是最前端 看上去就像一个 拥有人醉的圆形物体 除此之外 就没有眼和口鼻之类的器官 整只鼓虫看上去 就像一只 无骨无毛的粉红色老鼠 你今天真的很幸运 这是我花了很多心血才拿到回来的令仪 今天 我就一一一下来 秦藤燕很阴心地冷笑着 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不顾得那么多 即时拿了一张扶子出来夹在字尖 后中物念口拳 等到扶子烧起身的时候 我就将它锁在狼牙峰里期的定端 突然间 在霍销灵的面前 标起了一连串的火光 这个火光 一直响着秦藤燕蔓延蔓延过去 只不过蔓延了两三米之后 就停下来 与此同时 整个制裁之上 存在出了一个恶仇的气味 与刚才的情况一样 秦藤燕手上拿的 依然只不过是一只母虫 其他肉眼几乎看不到的虫轮 早就已经向着霍销灵那边飞过去 不过现在 这些虫轮都已经清除干净了 秦藤燕似乎完全没想到 我居然可以用到这种道术 他眉起对眼 语气阴痕地说 你竟然可以画到这种层次的先天掛出来 哼 Henny真的不可以留你了 突然间 秦藤燕终于动了 他拿着手上的那只母虫 一步一步 向着已经没有了行动能力的霍销灵 走过去 哼哼哼哼哼 没有了果虫不重要 那我不是用这只母虫 你试一下吧 你说 这只母虫在她的嘴里捐进去之后 会变成什么了 H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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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副吃硬我似的 以为我没有了她的办法 很猖狂地笑着话 H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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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爬满了虫轮 这只古虫 会沿着她体内的每一条血管 蔓延到她全身 然后开始疯狂吞噬她体内的细胞 两个小时后 她在白暖的皮肤上 身边 就会出现千千万万的孔子 有数字不尽的古虫 在她身体里爬出来 Henny Henny 想一想 都觉得兴奋了 Henny Henny 我用了一张雷旗的底部 然后又拿了三张灵符出来 坐中又这样 放在自己面前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 唯有用杀手间 但是 我脑海里面飘过老豆的影子 突然间心里有点蜜蜜蜜蜜蜜 我和自己说 无论如何 我都不可以眼白白地看着霍啸灵死 就算要我付出一无代价 我血淋淋的组手 按着中间那张符纸 右手掩着自己的胸口 我镜上掛着一条黑色的镜链 这条镜链是金属做的 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金属是黑色 但是从小到大 老爸都要我戴在身上 镜链的中间 绑着一把黑色的键 和镜链本身不同的是 镜链虽然很小 但是脑子在镜上 反而有一种很厚重的金属迹感 但是这把提起来很普通的黑色键 用手敲下去 一点金属声都没有 拿上手的话 更加轻得像木头一样 我小时候试过 这条镜链 就算有刀斩下去 也不会有的多滑痕 反而刀会崩 我记得小时候 老爸还因为这件事打碎我一身 而且跟我说 要我永远都不可以再搞这条镜链 安安分分地打起身就是了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 真是去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这条镜链可以救我一命 而且他跟我说过 这条镜链 比普天之下最好的法器和木剑 都还越厉害 我在心里不停地和自己说 现在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了 我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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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开三楼 而在这个时候 陈藤彦几乎已经将那只股重 低得迈到霍晓琳的嘴边 我原本以为 情况并不是去到这么恶劣 说起来冬天穿衣都比较多 如果想要把镜链脱下来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我不敢直接扯镜链 镜链有多硬 我相当清楚 根本就扯不断 就算真的要硬来 镜链脱了我的脚头下来 它也不会断 所以我唯有想办法去隔开它 只不过 当我尝试打开镜链开后卫的时候 秦藤彦已经先一步禁住霍晓琳 她手上那只股重 好像突然有生命似的 在过一瞬间 似乎感受到些什么 虽然她提起上你 好像很臃肿似的 但行动起来的速度就相当快 都还未看清楚 眨眼之间 就已经脱离了秦藤彦的受众心 一下子 就跳到霍晓琳的嘴边 中美教侯啊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啦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霍晓经典名著 荣耀月圆文化 欢迎收听 经典圆滑大作 《最后的风水先生》 演播 《说说的拉拔利》 《谓之讲故事》 经典大作 欢迎订阅 第一百一十章 古虫返世 商杂 这一刻直接把我吓得疼了 我好像瘋了一样 不停在摸自己的镜 但是从小到大 我都没试过把镜子拿过来 小时候试过用都砍过 结果不单只把刀崩了 还被我老爸打了 但是现在我想要吹动令父 就必须要把镜子拿下来 这个 似乎是一个无佳的局 霍晓玲惊恐地抹大眼 他的身体被秦藤然很出力地按住 他很努力地挣扎 似乎想要摆脱秦藤然的触摸 只不过 现在不要说要挣扎了 他甚至连嘴里的耳朵回来也做不到 不单止是这样 那只好像老鼠那样的鼓虫 已经有一半捐入到他的嘴里 他软奶奶的尾 在外面拼来拼去 无论霍晓玲怎么挣扎 他就是不肯出来 快点下来 够来 我们赢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严建设在擂台下面疯狂大叫 而有些人已经忍不住 掩住了一对眼 不忍心再看到这种画面 我曾经设想过很多种 今天可能遇到的麻烦 但是绝对没想到秦藤然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鼓虫 这么厉害的鼓虫 如果不在古术上 有相当深的造语 根本介绍不到 是我太太小秦藤然 到了这个时候 无论我那些不感心也好 都只能够认输了 否则 我只能够眼白白地看着霍幽灵去死 我努力过 唯一的希望就在我的领域上面 但是那种意义根本就解不开 根本真的没了负了 我慢慢地站起身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后的人群里面 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 我看到制台下面很多人的目光 都没有再留意制台这边 反而 望过去另外一个方向 就连家里的颜色晚 都很创恶地看着霍幽灵 我的目光被他们吸引 领转头望过去 然后我就发现 在我右后方的制台里面 是苗东乐所站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 苗东乐只在掩着自己的嘴 表情相当痛苦 他的胸口气烈起伏 后头的位置也在不停地跳动 谁都看得出来 苗东乐非常痛苦 就算他那么努力在这里压制 掩着嘴的制服之间 依然不断有鲜血噴出 没错 是噴出来 在苗东乐手指那里出现的鲜血 不是沿着他手指那里流出来 而是噴出来的 嘴 苗东乐坚持做五秒 然后他的左臂 很突然之间无力地摔下来 接着 他嘴里面的鲜血 好像不用浅地噴到整地都是 而更加噁心的是 这些鲜血噴到地面破开了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血迹锁果之处 似乎都有密密密密密密密 好像螞蟻一样的东西在那里爛爛爛爛 苗东乐 气罗气酸地抬起了左臂 但是刚刚抬起了不够三十度 又跌下来 他神仙默然地用有心押起衣服走 看见变成青色的左臂 眼神之中充满着惊恐 不可能 絕对不可能 不可能 苗东乐和裁台上的陈腾燕一同大叫了起来 我再轮回头望过去裁台那边 看到陈腾燕已经很惊慌地站在身 甚至退后了几步 不敢再靠近霍晓玲 而霍晓玲的面色虽然还是很苍白 但是面上已经没有了那种 跟乎扭曲的痛苦神色 他的嘴外面 依然还有半只蛊虫 躺在这里 但是那条虫尾已经没有再移动 而最令人在意的是 霍晓玲原本这一色的左手 也恢复了正常 他双手慢慢靠近的嘴 扯着那只蛊虫尾 薄晒老命地想把这只蛊虫扯出来 但是无奈之后 他面上再度扭曲 露出痛苦的神色 最终选择放弃 假衣而影? 不可能的 秦藤玲的眼神里面 终于都没有了高昂的神色 惊恐的目光 在人群里面四处寻找 但是他兜完整圈之后 都没有发现 最终望去我这边 好 我要生 祭台落变 苗东罗依然在嘔吐血 似乎并不够异 他的面上 颈上 手臂上 单凡在身体裸露在外边的部位 都可以见到鼓起了很多红色的小斑点 其中有几个斑点已经懒了 有一条条粉红色的小虫浴丝 在里面伸出来 见到令人作呕 其实认真地看的话 那些粉红色的浴丝 就像刚才那只蛊虫尾尾 寻找 Free Cruz Cruzado 苗东罗震振振下的右手在上椅下巴的位置 吻找了一个大概10公分长的葫芽 寻指公在那只葫芽上的东臺 好了,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下集继续和你分享 佛客经典名著,泳养粤语文化 欢迎收听经典圆幻大作,最后的风水先生 演播,说说的拉拔利,为之讲故事 经典大作,欢迎订阅 第110章,古虫反世,下集 幸好刚才发生的事,已经令到院里的人对苗东洛敬而言之 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怀疑,会不会有人因为他离苗东洛太近,而接被抽搐了 我走起尾头,有手依然掩住胸口 我相信老爸曾经说过的说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之后我胸口这东西才是最大的保命符 苗东洛现在究竟想做什么呢?我暂时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一定是非常危险的事 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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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看到在河河口附近出现了一只蛊虫 但那只蛊虫的造影 未免太过诡异了 它头上有两条长长的触角 触角顶端有圆满满来回的转动 看上去 就像两只眼一样 这只蛊虫 与刚才秦腾尔罗的相比 行动能力明显弱很多 它爬起来非常之缓慢 身体落变的部分软软 逐点逐点遇动着 有好多里面爬出来 去到苗冬落的手上 如果一定要振养相似的东西来自监的话 那我只能说这只蛊虫 就像一只无学的蜗牛 而唯一不同的是 它全身杀发着恶臭 这个 是我 我的 绝 绝命 你 你死呀 苗冬落说的说话已经含糊不清 但在说完这段说话之后 它好像拼出生命最后一丝力气 突然抬起右手 将那只蛊虫塞去自己的嘴边 如此同时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胸口拿着拿着 就好像有些什么 塞住我身上所有的气管和血管 这种可怕的感觉 令到我眼前一刻 差点就暈倒 幸好这种感觉 只是持续了短短的一瞬间 我再去看苗冬落的时候 他两眼之中充满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抹大嘴 那只刚才做生哄哄的蛊虫 就贪软了地在他嘴里滑落 踏在地下 苗冬落的身体 也在这个时候贪软下来 眼神之中 被不可思议所填满 死不明目 一条条玉尸状的足够 穿透了苗冬落的皮肤 蔓延在他身体各个部分 他的臉很快就被这些玉尸所填满 身体也迅速被臭干 啊 不 不可能的 这个是最好读的铸银骨 怎会破得到的 你 你刚才明明这种招了 远处观战的掃浪月 同样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他指着我大声在这里说 你身上 究竟有什么在 我知道 是发气 一定是发气 看上去整件事都好像跟我有关 无论霍销灵还是苗冬落 都是围绕着我而来 但是天知地知我知道 在整件事里面 我才是最不理解这一切的人 发气 我身上唯一亲得想发气的 恐怕就得这只白星风水壶了 还有第二个屋檐吗 这条四人懒鬼链 拔都拔不下来的 那又算不算 我默默地在这里自然自愈 说真的 我都算是有些道行的人 是不是发气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发气 都是有灵性的事 但是对于自己 带了成二十几年的这条镜链 我真的什么都感受不了 今天的事 一定是有人暗中相助 我认输 秦藤賢站在祭台之上 神色忽情忽暗 最后 都会宣逐走到擂台 恐怕是因为他以为我对古术不精 事物在苗东楼那里借这些东西来对付我 为了能够对我公其不比 他不惜一切手段 退一步说 就算古术不行的话 他今天一样可以用道信 和我一决胜负 就算我不怕他的道信 但两个人真的要决胜负的话 谁赢谁输 真是很难说 只不过现在 他的万全之差 似乎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了 他落台之前 看我的目光 依然有点高傲 他不是害怕我 而是跟我一样 觉得有人暗中相助 我暗暗地叹了一句 继续在人群里面 寻找着这个帮我的人 只不过 最终的结果 都是一无所获 长大人放弃 这一共 陈长生成 他也是最后的得胜者 七役的面相 终于露出了笑容 宣布的时候 甚至显得有点逼不及待 由今天开始 有关 或者对霍天亭 出枯温的话 就不要怪我老亲 不避免 这件事总算曾安落地 眼神免没等着 秦藤燕 迅速离开了这里 霍天亭的身边 很快就围了很多人过来 包括一些做机日 我与地位或者面子 没有走过来攀谈的人 全部都围了过来 但是现在的霍天亭 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应付这帮人 台上的霍晓宁 依然相当痛苦 我和严建千 一起走到霍晓宁的身边 虽然知道现在的霍晓宁 已经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但是见到他咬着一个粉痘痘的大尾巴 我竟然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这个样子 也挺有趣的 霍晓宁最红了臉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由于嘴被鼓掌塞住了 根本就说不清楚 晓宁 你怎么样 霍云被霍天亭先一步走过来 伸手想帮霍晓宁去拔过一条味 但是手伸到一半又缩续回去 长先生 这件事 你知道怎么弄走它吗 它是有什么关系的 只能伸出一半又缩续来 人 不够 有什么知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